I'm Lovin'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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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買い重式的長跑 對小朋友身心的刮展都非常有益 可以鍛鍊身體 亦都可以鍛鍊小朋友的耐力 一舉兩得 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會示範一部簡單的熱身三部曲 第一部曲 慢跑熱身 要求你們 慢跑一至兩個圈 由慢至快 等身體進入一個運動的狀態 已經可以了 小朋友慢跑回來之後 到我們熱身的第二部曲 靜態熱身 我們做伸展動作 我們由頭伸展到直腳 每個動作保持15至20秒 在伸展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到輕微的拉扯感覺 但是不需要過分的拉扯感覺到痛 到我們熱身的第三部曲 動態的熱身 第一式 爬地 要求你們抬腿去到水平 跟著小腿向前送出 主動用前掌爬落地下 第二式我們叫提膝跑 亦都叫抬腿 我們要求提膝至水平 強調步幅要小 頻率就要快 第三式我們叫車輪跑 我們要結合剛才爬地 和提膝跑的動作 我們開始可以先做抬腿 加上有踢腿的動作 跑出來做就可以了 第四式叫後蹬跳 也叫做跨步跳 跳的時候好像凌羊這樣跳 前腳要提膝至90度 後腳要蹬直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跑步姿勢的練習 首先你們現在前後腳踢 手我們就大概90度 有一條中間線這樣擺手 好,不要過下巴 下的時候不要過腰間 至於下腳方面 就不建議你們 抬頭腳這樣下 建議你們全長這樣下 那我們一起參加 麥多勞儀和愛生馬拉松 太好了